老殘游基,第七回,借助代仇一怨冊,纳仪闲百成书,话说老殘与新东造议论欲言正位有才,急于造官,所以丧天害理,置于如此,彼此叹息一回,东造道,正是,我昨日说有要事与先生物相,就是为此。 先生想,此功残忍至于此极,兄弟不幸,偏幼在他属下,依他做,实在不忍,不依他做,又实无良法。 先生阅历最多,所谓险阻艰难,避尝之以,文之情艺,尽知之以,必有良策,其何以教我?老殘渡,知难辞意者至以。 各下的不此下问,帝先须请教宗子何愚?若求在上官面上讨好,做得烈烈轰轰,有声有色,则只有依欲供办法,所谓逼民为道也。 若要顾念父母官三字,求为民除害,亦有化度为民之法。 若官阶稍大,核颈稍宽,略为二扮,若指一怨之事,缺分又苦,未免稍刑棘手,然亦非不能也。 东做到,自然以为民除害为主,果能使地方安静,虽无不斥之谦,要亦不置于动旅,只酸饭吃他做什么呢? 但事缺分太苦,前任养小队五十名,道安刑事跌出,加以规空官款,因此挂不去官,帝私如陪累移地方安静,尚可切法尼保,若驱不可得,算是为何事呢? 老残道,五十名小队,所费成言太多,以此决论,能囚款若干,便不致陪累呢? 东做到,不过千金,尚不吃重,老残道,此事却有个办法,各下一年囚一千二百金,却不用管我如何办法,我可以代划一策,包你境内没有一个道案。 倘有道案,且可以包你境黑便获,各下一意为何语,东做到,能得先生去为我帮忙,我就百拜的感激了。 老残道,我无容去,只是教各下一个智良极美的法则。 东做到,各下一不去,这法则谁能行呢?老残道,正为占一个行此法则的人。 为此人千万不可怠慢,若怠慢此人,比必立刻变去,去后或必更烈。 此人姓流,好人苦,即是此地平阴怨人,家在平阴怨西南桃花山里面。 其人少时,十四五岁在松山少林子学拳棒,学了些时,觉得徒友虚名,无甚出奇致胜处,于是奔走江湖,将近十年。 在四川俄眉山上遇见了一个和尚,武功绝伦。 他就拜他为师,学了一套太祖神拳,一套少祖神拳。 因请教者和尚,拳法从那里得来的,和尚说是少林子。 他就大为经雅,说,徒弟在少林子四五年,见没有一个出息拳法,师父从那一个学的呢? 那和尚道,这是少林子的拳法,却不从少林子学来。 现在少林子女的拳法,久以失传了。 你所学者,太祖拳就是淡魔传下来的,那少祖拳就是神光传下来的。 当初传下者个拳法来的时候,尊为和尚门练习了者拳,身体可以结壮,精神可以悠久。 若当朝三仿道的时候,单身走路,或于虎炮,或于强人,和尚家有不作大兵器,所以这拳法尊为保护生命的。 筋骨强壮,肌肉坚固,便可以忍耐动呃。 你想,行脚增在荒山野阔里,仿求高人古德,于叔食两智,一定难以周传的,此太祖,小祖传下拳法来的美意了。 那之后来少林子拳法出了名,外边来学的日多,学出去的人,也有做强度的,也有奸淫人家妇女的,女有所闻。 因此,在现在这老和尚以前四五代上的一个老和尚,就将这正经拳法收起不存,只用赛外面光,不管是的拳法肤显门面而矣。 我这拳法是从看中虎女一个古德学来的,若能认真修炼,将来可以到得金凤池的委婚。 刘仁府在四川住了三年,尽得其全。 当时正是月匪扰乱的时候,他从四川出来,就在商军、怀军迎盘旅运过些时。 因上两军,商军必须湖南人,怀军必须安徽人,方有照应。 若别省人,不过敷衍故事,得个把小宝举仪,大权万不会有的。 此宫已保举到个都市,君无占平,他也无心乱眨,睡回家乡,总了己某田,聊已到日,闲下无事,再者齐与两省随便游行。 这两省念武功的人,无不知他的名气。 他却不肯传授徒弟,若是心知这人一定安分的,他就教他几手拳棒,也十分慎重的。 所以这两省有武艺的,全的他不过,都惧怕他。 若将此人言为上宾,将这每月一百两交付此人,听其如何应用。 大约他只要招十名小队,供宾酒之役,每人月享六两,其余四十两供应往来豪杰酒水之之,也就够了。 大约这河南山东,直第三省,及江苏安徽的两个北半省,共为一局。 此局内的强度计分大小两种,大度是有头领,有号领,有法律的,大概其中有本领的甚多。 小道则随时随地无乃之徒,及失业的还民,胡乱抢劫,的无人帮助,又无枪火兵器,抢过之后,不是于走,便是赌博,最容易犯案的。 例如,欲泰尊所办的人,大约十分钟九分半是良民,半分是这些小道。 若论哪些大道,无论头目人物,就是他们的语役,也不作兴有一个被欲泰尊捉着的呢? 但是大道却容易相遇,如经中保标的呢,无论十万二十万银子,只需一两个人,便可保得一路无事。 试问如此据款,就罪了一二百强度抢去,也肯够享用的,难道这一两个标思慕就敌得过他们吗? 只因为大道相传有这个规矩,不作轻害标局的,所以凡保标的车上,有他的字号,出门要叫个口号。 这口号哭出,那大道就敌面碰着,彼此打个招呼,也决不动手的。 标局几家字号,大道都知道的,大道有几处窝巢,标局也是知道的。 倘若他的语也到了有标局的所在,进门打过暗号,他们就知道是那一路的朋友。 当时必须留着喝酒吃饭,临行还要送他三二百个浅的盆穿。 若是大头目,就须尽力应酬,这就叫做江湖上的规矩。 我方才说这个留人府,江湖都是大有名的,京城旅标局尚请过他几次,他都不肯去。 情愿埋名隐姓,做过农夫,若是此人来时,代以上奔之礼,仿佛贵愿开了一个保护本愿的标局。 他无事时,在街上茶馆饭店里坐坐,这过往的人,凡是江湖上朋友,他到眼便知,随便会几个茶饭东道,不消十天半个月,各处大道头目就传晓得了,立刻便要传出号令,某人蜡烛之地,不许打搅的。 每月所余的那四十金就是给他做这个用处的。 至于小道,他本无门径,随意乱做,就近处,自有人来暗中报信,失主尚未来愿报案,他的手下人倒意先将道饭获住。 若是少远的地方做了案子,沿路也有他们的朋友,替他暗中报下去。 无论走到何处,驱逐得到的,所以要十名小对子。 其实,只要四五个应手的人已经足用了,哪多余的五六个人,为的是本愿巧子前头摆摆威风,或者接叉送叉,考讯等是用的。 东造道,如国下所说,自然是极妙的法则。 但是此人的不肯应标局之拼,若是兄弟牙柱女请他,恐怕也不肯来,如知何呢? 老残道,只是你去请他,自然他不肯来的,所以我需长长细细细写封讯去,并拿够一愿无辜良民的话打动他,自然他就肯来了。 放他与我交情甚厚,我若劝他,一定肯的。 因为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看天下将来一定有大乱,所以极力留心张才,谈兵的朋友颇多。 此人当年在河南时,我们是莫逆之交,相若躺若国家有用我背的日子,凡我同人,他要出来相助为你的。 其是港瑜地,港镇图,港制造,港武功的,各样朋友都有。 此功便是港武功的巨脈,后来大家都明白了,是天下的,又是一种人才,若是我背所讲所学,全是无用的。 故意各人都弄过谋生之道,混饭吃去,把这红心便抛入东洋大海去了。 虽如此说,言当时的交情意气,断不会败坏的。 所以我写封信去,一定肯来的,东做听了,连连作一道谢,说,我自从挂牌位处思决,未尝一夜安眠。 今日得文者翻议论,如梦初醒,如病初遇,真是万千之行。 但是这封信是派个何等让人送去方堂呢? 老残道,必须有个亲信朋友吃这一趟辛苦才好。 若随便叫个差人送去,便有兴慢他的意思,他一定不肯出来,那就连我都要租怪了。 东做连连说,是的,是的,我这女有个逐帝,明天就到的,可以让他去一趟。 先生信几时写呢? 就废心写起来最好。 老残道,明日一天不出门,我此刻正写一场咸字张公保, 托姚云雍专情,为世述玉太专正职的,大约也要明天写完。 并此信一种写起,我后天就要动身了。 东做问,后天往哪里去? 老残答说,先往东窗虎房柳小惠家的收藏,想看看他的宋原版书, 随后即回祭南省城过年。 在后的行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今日夜已深了,可以睡吧。 立起身来,东做叫家人,打个手招,送铁老爷回去。 揭起门脸来,只见天地一色, 那雪以下的混混顿顿的白,觉得照的眼睛发像似的。 那街下的雪以有了七八寸深,走不过去了。 只有这上房到大门口的一条路,常有人来往,所以不住的数。 那到商房里的一条路以看不出露影,同别处一样的高了。 东做叫人赶忙产出一条路来,让老残回房。 推开门来,灯已灭了,上房送下一个竹台,两枝红竹,取火点起,再想写信, 那笔演景违抗万分,不准调度,只好睡了。 到了次日,说衰已止,寒气却更甚于前。 起来喊店家庆了五斤木炭,生了一个大火盆, 又叫买了几张桑皮纸,把纳破窗户糊了。 颈黑之间,房屋里暖气扬回,非作日的气象了。 随把现词控化,将作日未曾写完的信,详细写完封号。 又将至留人府的信亦写笔,一种送到上房,交东做收了。 东做一面将至姚云雍的一咸,加个马峰,送往亦站, 一面将留人府的一咸,送入枕头箱内。 厨房也开了饭来,二人一同吃过,又复清谈片时, 只见家人来报,二老爷同师爷们都到了,住在西边店里呢。 洗完念,就过来的,停了一会, 只见门外来了一个不到四十岁模样的人,尚未流苏, 穿了建构宁愁蓝的大毛皮袍子, 原色长袖皮马垮, 邓了一箱涌虚,已经被雪泥浸了帮子了, 方忙走进堂屋,先替乃轻作了个一。 东造就说,这就是舍帝,浩子平,回过念来说, 这是贴宝禅先生,新子平走进一步, 作了个一,雪星,久仰的狠。 东造便问,吃过饭了没有? 子平说,才到,洗了念就过来的, 吃饭不忙呢? 东造说,吩咐厨房里做二老爷的饭。 子平道,可以不必,停一刻, 还是同他们老夫子一块吃吧? 家人上来回说,厨房里已经吩咐, 叫他们送一项饭去, 让二老爷同师爷们吃呢? 那时又有一个家人揭了门脸, 拿了好几个大红全帖进来, 老残知道是师爷们来见东家的, 就趁世走了。 到了晚饭之后, 新东造又将老残请到上房里, 将那如何往桃花山房留人府的话, 对着子平详细问了一片。 子平又问, 从哪里去最紧? 老残到, 从此地去怎样走法, 我却不知道。 食年是从省城迅黄河到平音院, 出平音院向西南三十里地, 就到了山脚下了。 晋山就不能坐车, 最好带个小牢子, 到那平坦的地方, 就骑牢, 稍微危险些, 就下来走两步。 晋山去有两条大路, 西域旅走进有十几里的光景, 有座关帝庙, 那庙女的道史与留人府常相往来的, 你到庙女打听, 就知道详细了, 那山旅关帝庙有两处, 习东一个, 习西一个, 这是习西的一个关帝庙, 申子平问得明白, 谁各自归房安揭去了, 次日早起, 老残出去顾了一两雷车, 将行李装好, 后新东造上衙门去品池, 他就将前晚送来的那剑湖球, 加了一封信, 交给店家, 说等新大老爷回店的时候, 送上去, 此刻不必送去, 恐有犬错, 店女掌柜的方忙开了 桂房里的木头箱子, 装了进去, 然后送老残动身上车, 竟往东窗府去了, 无非是风餐露宿, 两三日功夫已到了东窗城内, 找了一家干净车店住下, 当晚安置停桌, 次日早饭后便往街上沉密书店, 沉了许久, 此密着一家小小书店, 三间门面, 半边卖纸张不墨, 半边卖书, 谁走到卖书这边柜台外座下, 问问此地行销是些什么书籍, 那掌柜的到, 我门者东窗府, 文峰最著名的, 所管十愿地方, 俗名叫做十美图, 无一愿不是家家附足, 呼呼言歌, 所有这十愿用的书, 皆是向小号来返, 小号店在这里, 后边还有斩房, 还有作坊, 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板, 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 你老贵姓, 来此有何贵干, 老残道, 我姓铁, 来此访个朋友的, 你这女可有旧书吗, 掌柜的道,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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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要什么把, 我们这儿多仗呢, 一面梅过头来指着书架纸上白纸条而诉道, 你老潮, 这女崇遍堂默选, 木耕齋初二三集, 在古的还有那八名熟抄呢, 这都是讲正经学问的, 要是讲习学的, 还有古堂诗合解, 堂诗三百首, 在要高古点, 还有古文色二, 还有一部宝贝书呢, 叫做胜利正义, 这书看得懂的, 可就了不得了, 老残笑道, 这些书我都不要, 那掌鬼的道, 还有, 还有, 那边是杨宅三要鬼脱脚冤子平, 朱子八家, 我们小号都是全的, 济南省城, 那是大地方, 不用说, 若要说黄河以北, 就要算我们小号是第一家大书店了, 别的城池里都没有专门的书店, 大半在习货铺里带卖书, 所有方圆二三百里, 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 都是在小号里饭得去的, 一年要销上万本呢, 老残道, 贵处行销这三百千千, 我倒没有见过, 是部什么书, 怎样销得这门多呢, 掌鬼的道, 乃, 别控我罢, 我看你老肯闻雅, 不能连这个也不知道, 这不是一部书, 三是三字经, 八是八家性, 千是千字文, 那一个千字尼, 是千家诗, 这千家诗还算一半是冷货, 一年不过销百把部, 其余三百千, 就销得广了, 老残说, 难道四书五经都没有人买吗? 他说, 怎么没有人买呢? 四书小号就有, 诗书, 亦三经也有, 若是要礼记, 左传呢, 我们也可以写信到省城旅宵去, 你老来访朋友, 是哪一家呢? 老残道, 是个柳小惠家, 当年他老大爷做过我们的曹台, 听说他家收藏的书极多, 他黑了一部书, 名叫纳书营, 都是送原版书, 我想开一开眼界, 不知道有法可以看得见吗? 掌柜的道, 柳家是眼门者而第一个大人家, 怎么不知道呢? 指示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 他们少爷叫柳凤仪, 是个两榜, 那一部的主事, 听说他家书多的狠, 都是用大板箱装着, 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 堆在个大楼上, 永远没有人去问他, 有近房楼三爷, 是个秀彩, 尝到我们这女来座坐, 我问过他, 你们家里哪些书是些什么宝贝? 可叫我们听听罢列, 他说, 我也没有看见过是什么样子, 我说, 难道就那么收着不怕注重吗? 掌柳的说到此处, 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 拉了拉老残, 说, 赶紧回去吧, 曹州府里来的警察, 急等着你老说话呢, 快点走吧, 老残听了, 说到, 你告诉他等着吧, 我略停一刻就回去了, 那人到, 我在街上找了好半天了, 眼掌柳的, 着急的了不得, 你老就早点回店吧, 老残道, 不要紧的, 你的找着了我, 你就没有错疑了, 你去吧, 店小二去后, 书店掌柜的看了, 看他去的远了, 方忘低声向老残说道, 你老店旅行你值多少钱? 此地有靠得住的朋友吗? 老残道, 我店旅行你也不值多钱, 我此地亦无靠得住的朋友。 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不值多钱, 就舍去了的好, 还是性命要紧? 老残道, 不怕的, 他能拿我当强盗吗? 这是我狠放心, 雪着, 点点头, 出了店门, 街上迎面来了一辆小车, 半边装行李, 半边坐人。 老残眼快, 看见哭道, 那车上不是金二哥吗? 即忙走上前去, 那车上人也就跳下车来, 定了定神, 说道, 哀呀, 这不是铁二哥吗? 你怎样到此地, 来做什么的? 老残告诉了原位, 就说, 你应该打尖了, 就到我住的店里去坐坐谈谈吧。 你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那人到, 这是什么时候, 我已打过尖了, 今天还要赶路程呢? 我是从直帝回南, 因家下有点事情, 急于回家, 不能担觉了。 老残道, 既是这样说, 也不留你, 只是请你略坐一坐, 我要寄封信给留大哥, 托你带去吧。 说过, 就向书店柜台对面, 那麦只将笔墨的柜台上, 买了一支笔几张纸, 一个信封, 借了店里的现台, 草草的写了一封, 交给金二, 大家作了个一, 说, 说不远送了, 山女朋友见着都替我问好, 那今已接了信, 便上了车, 老残也就回店去了, 不知那草州府来的差人究竟是否捉拿老残,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